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蓝龙三兄弟来鉴别这些善于伪装的法术卡牌 我们15点法伤稳稳站场 让一切偷偷蹭法伤的卡牌都无处可藏 首先我们第一张检测到的卡牌是我们土侯战门最亲爱的盾牌猛击 你没有一点护甲就对一个随从造成一点伤害 但是呢其实这张卡可是受法术加成的哟 蓝龙三兄弟在场只需两点护甲也能硬生生砸死我们的伊斯拉大屁股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一辈子都叠不上护甲了 第二张检测到的卡牌呢是我们晓得的超冷门卡牌 可以排得上是年度最不受待见的卡牌之一的野蛮之鸡 对一个随从造成等同于你的英雄攻击力的伤害 来我们来试一试美少女变身 哎只有一点攻击力似乎不会太痛啊 飘下去看看 哇哦蓝龙三兄弟瞬间把它变成了16点伤害 第三张卡牌呢也是我们的人气卡牌 就是我们的木狗 哦不对不对不对 牧师的奥金尼加环的配合 一般来说呢奥金尼加环结场 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但是遇到伊斯拉三姐妹这样的大屁股老女人们怎么办呢 不要怕我们的蓝龙三兄弟来帮你 奥金尼加环也是会受到法术伤害加成的哟 嗅了一声整个世界都干净了 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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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张卡牌呢就是我们最最最最最最最欢乐的元气弹 神圣愤怒 抽一张牌并造成等同于其法力值消耗的伤害 听说呢只有最纯真的处男才能打出20点伤害的酸爽呢 可是不怕我有蓝龙三兄弟在随手一个元气弹 我也能打出超高伤害 第五张卡牌也同样是来自我们的乌瑟尔老爷爷 而且也是一张超级冷门的卡牌哦 那就是以眼怀眼 当你的英雄受到伤害时 被敌方英雄造成等量的伤害 拉面告诉你这张一万年没人用的牌也是受法术加成的哟 而且专防言报 吉安娜的大脸盆飞过来 嘿嘿我可不怕 你的言报 不 是你的言报 第六张卡牌呢则是盗贼的剑刃乱舞 摧毁你的武器对所有敌方角色造成等同于其攻击力的伤害 相信奇迹贼当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发现了他的秘密 看蓝龙三兄弟在场 让你的小匕首立刻升级成屠龙宝刀 第七张是我们大王术的必备 暗影烈焰 消灭一个友方随从 对所有敌方随从造成等同于其攻击力的伤害 这张卡牌也是受到法术伤害加成的哟 小小的蓝胖子也能炸出原子弹的效果来 同样的以随从攻击力作为伤害标准的 还有一张卡牌是我们盗贼的背叛 使一个敌方随从对其相邻的随从造成等同于其攻击力的伤害 但是我们的背叛可没能享受和暗影烈焰一样的待遇哦 他完全不受法术伤害加成 即使蓝龙三兄弟在场 他也还是老老实实不耍花招该打多少打多少 真是个诚实耿直的好孩子 接下来是我们的彩蛋时间 除了上述这些根本就不会显示法术伤害加成的 隐藏很深的法术卡牌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法术卡牌分明显示了数字 也会被我们遗忘哦 比如我们猎疊的狙击和他的爆炸陷阱 你看在我们蓝龙三兄弟的帮助下 狙击可以瞬间秒杀所有大屁股 而爆炸陷阱呢 炸光伊斯拉三姐妹什么的真的是小菜一碟 其实猎疊什么的也可以试试走法商路线的 你知道我都会在那里